那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我们把握时间回答他的问题 他说家里的小朋友 课业一直都不太好 那希望可以呢 帮他做一些补脑的动作 吃一些营养的东西 可以让他呢变聪明一点 小朋友要变聪明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呢 要吃什么东西 才能够协助小朋友长好脑袋呢 让他记忆力好一点 不管是被书上的这个知识也好 或者是算数学的时候 头脑都能够更宁光 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 这个家里的小孩呢 可以再补充一下营养 给让他脑部发展更好呢 今天我们听众 我们的这个夸晓天使 为大家找到的专家 是我们美国爱德华集团的医学顾问 好朋友Eddie王 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说 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家长都好担心哦 应该要怎么做才是最恰当呢 我们在家里怎么样 补充一些营养 让小朋友可以长脑袋呢 我们来听听看Eddie怎么说 哈喽Eddie你好 主持人好 这个问题好啊 听起来简单 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 我想主要是与这个 记忆力方面的这个关系密切 别说小孩子了 就是成年人老年人 男与老少都有这个激励的问题 有一个故事说 有四个老妈妈在一起打麻将 打了一圈以后呢 其中一个老妈妈去上厕所了 上完厕所之后呢 她把打麻将的事给忘了 直接就回家了 另外三个老妈妈呢 等了半天不见人呢 于是就决定去找她 但是呢 谁也想不起来 她是谁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多了解一些正确的科学养生的知识 尤其是呢 在大脑保健方面呢 还是有些方式方法和这个正确的养生之道的 虽然听起来像个笑话 但是呢 很多人多多少少呢 都有这方面的一些经历 不同年龄就是要做不同的事情 小孩子呀 就是要把学业搞好 特别是华人 可以说没有家长不重视教育的 小孩子的功课好坏 与他的智力 特别是记忆力 关系重大 那么为人父母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呢 特别注重给孩子吃鱼 这是对的 因为你吃的任何食物啊 它不仅影响胃肠道 心脑血管 事实上呢 也与智力情绪专注力和大脑的这个功能息息相关 那大家都知道大脑 它的这个大多成分是脂肪 因此呢 含有丰富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 以及优质蚌壳类的食物 它就自然成了最好的 补脑的食物之一了 那这些海鲜呢 它也是微量元素新的这个 最丰富的来源 还有坚果 坚果可以让人的情绪稳定 也是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 成年人每天吃一把坚果 不仅帮助他的情绪稳定 还能减少这个老年的阿斯海默症的发生 但是小孩的问题就多了 太小的小孩 他不能整颗吃 你得把它弄碎了 太大的小孩呢 他说他不喜欢吃 其实我在这20年当中呢 也给大家做了很多有关这个大脑健康 有关小朋友智力这个开发这方面的知识和推荐 这个把大脑的这个营养最有效的成分 大家所了解的EPA DHA等等 综合在一起 关键是口味一定要好 否则小朋友他不吃 他不配合呀 是是 如果是我们不了解这些正确的养生知识 造成不健康的饮食 不仅后患无穷 而且呢 还会阻止了让人快乐的神经传导物质 血清素的生成 这岂不是得不上失吗 所以说吃什么呢 像海鲜 坚果 豆磊 蔬菜水果 益生菌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 有利于大脑健康 还有助于提高记忆力的食物 为人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不要让自己家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一星期间呢 也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 快乐 希望这些科普养生知识呢 对你们有帮助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谢谢我们美国爱德华集团 医学顾问我们好朋友Eddie王 刚刚讲到的这些内容呢 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 很多的长辈 很多的这个生完小孩的妈妈 也要特别注意哦 营养成分真的要均衡 然后多摄取这些好东西哦 我来一个小孩的妈妈 我来说 我来说